在厦门市支援湖北医疗队中 除了领队以及负责临床诊疗的医生护士外 还有一个特殊的岗位 联络员 医疗队能够顺利开展工作 少不了他们在背后的默默付出 今天的《最美的你》系列报道 我们就带您认识厦门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医队的联络员 来自厦门大学附属第一院的庄良金 听听他的战役故事 2月9号 厦门市支援湖北医疗队医队抵达武汉 整建制接管了武汉统计医院光谷院区的一个重症病区 回想起初到武汉时的工作状态 庄良金记忆犹新 2月份的时候是武汉当时疫情最胶着最紧迫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坏的打算 但是到了实地以后才发现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困难 整建制接管意味着这支 有137名医疗队员临时组建的医疗队 需要打包接管整个病区 实施全部的医疗救治措施 而要让整个病区有序高效地运转起来 还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机制 诊疗流程和操作流程 为此张良金协调成立了医疗队的临时医务处 并负责相关的联络工作 整个管理机制的一个问题 队员与队员之间的一个工作的协调 各组之间的配合 都是需要我们去做 所以我前期大量的时间就花在整个管理团队的一个建设 还有具事务的协调上面 经过全体队员的磨合 医疗队的管理流程理顺了 但更加棘手的问题接踵而来 医疗队防护物资告急 张良金一方面想方设法和武汉当地院区协调 另一方面联络厦门市卫健委寻求帮助 医疗队员无法在短时间内熟悉防护流程 张良金就邀请国家卫健委的相关专家来到驻地 专门为医疗队讲解院感防控 就连常见的跨科式会诊 在支援过程中 也需要张良金进行联络协调 联络协调工作琐碎繁杂 但张良金毫无怨言 他说自己就像是抗疫这场战役里的后勤保障 虽然无法亲自上阵杀敌 但能够协助临床医护顺利完成支援 平安回到厦门 他同样无比自豪 这段经历特别的珍贵 永生难忘 对我来讲 这也是铭记一辈子的高光时刻 本台记者报道